這什麼樣的記憶讓一名嬌滴滴的美少女搖身一變 成為大家後來熟悉的那個總是拿著武器出生入死 闖遍大小遺跡迷宮的女中豪傑呢 即將於明年上市的《古墓奇兵》最新系列作 Tom Rider 在不久之前的 VGA 2012 上展出了最新宣傳影片 揭露了在覺醒成為一代冒險大師之前 年方21歲的少女蘿拉所發生的故事喔 年輕的蘿拉與朋友們一同搭船出遊 卻意外的遇上了船難 大家不僅身陷太平洋荒島 一名好友更成為了島上壞人的肉票 唯一的希望只能寄託在死裡逃生的蘿拉身上 不過在這個孤立無緣的島上光輝逃命可是沒有用的 唯有想盡辦法奮戰求生才有機會見到明天的太陽 玩家將隨著蘿拉一同學習如何戰鬥、狩獵 更要利用手邊的一切資源才能夠在荒島中生存下去 這款作品不只是《古墓奇兵》系列的第九款正傳 更是系列首發以來的第15周年紀念作 而在遊戲名稱《反復歸真》之後 究竟這位經由 Square Enix 之手 改頭壞面、完全不同風格的女英雄 會帶給玩家們什麼樣刺激的遊戲體驗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吧